第1179集 一道道箭矢竟然划破了叶辰的衣服 甚至一道道血痕出现 叶辰更是当场被掀翻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看到这一幕灵韵笑了 哼哼 不自量力 真以为你现在面对的是奇修 夏若雪紧张到了极致 他想让师父收手 但是转念一想根本不可能啊 这个时候他必须选择相信叶辰 此刻的叶辰艰难地爬起来 他没有倒下 他看着周围的魔气 眉头紧皱到极致 这魔气很古怪 甚至里面蕴含着星窍之微 奇修显然清醒了几分 看着自己攀升的力量 猙獰地看着叶辰 叶辰 叶辰 哈哈 我就说你要死 我身后站着的存在 不是你可以撼动的 今日 我就让你这个蝼蚁 感觉到什么是绝望 魔灵天下 一剑斩天 刹那间魔气汇聚 竟然在上空凝聚出一把百丈魔剑 魔剑仿佛破开时空 周围的空间都隐隐崩裂 在场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危机 这一剑哪怕造化镜后期强者 都不一定挡得住 夜沉死定了 白袍老者有些动容 但还是没有动手 原本提心吊胆的齐天正 长长的呼出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齐修为什么 会突然掌握这么恐怖的力量 但是齐修赢了 对他 亦或者对麒麟族都是好事 更重要的是 最大的威胁被扼杀了 这一刻 所有人都认为夜沉死定了 就连夜沉眸子也有些古怪 因为这一次面对如此一击 他必须靠自己 玉兽灵神 他无法召唤 三位金佛和三位神君的力量 也不足以抗衡 恶魔之眼也没有动静 他必须靠自己 夜沉怒吼一声 将六条神王道的道之力 全部加持到身上 更金之气和魔气齐齐汇聚 血气十方术也动用了 想要尝试硬扛 这直逼心窍的百丈魔剑之威 然而 夜沉的实力终究差距太大了 这一切力量还未汇聚 就被魔剑穿破 仅仅只是让对方缓慢了几分 这一刻 危机质感彻底吞噬了夜沉 悬崖之上的灵韵脸色苍白 这术法对他的损耗太大了 但是固然如此他还是笑了 笑容极度争宁 威胁总算要解除了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所有人笃定夜沉要死 一块玉佩 从夜沉的身上飞了出来 那是几思青 让萧云交给夜沉的玉佩 玉佩当场化为巨盾 被夜沉挡住了魔剑 万丈魔剑距离夜沉只不过一公分 悬崖上的灵韵当场吐出一口鲜血 他受到了反噬 灵韵看着那阻挡一切的巨盾 毛子充斥着不可置信 因为此物是他给几思青的 为何会落在夜沉的手里 几思青和夏若雪 他一直盯着 根本没有时间接触夜沉呢 为什么 他愤怒的毛子看向夏若雪 夏若雪却是眼神躲闪 装作不知道 哼 这件事我会追究 你以为那小子还能活着 我就算受伤 也要他死在这里 灵韵的脸庞猙獰 下一秒取出一个震盘 逼出三滴精血 精血落在震盘之上 瞬间化为虚无 但是他面前齐修的虚影竟然更强了 几乎跨入了心窍境 灵韵的眼眸充斥着疯狂 他手指快速掐掘 刚想汇聚一击 一道白袍身影缓缓落下 白袍老者 看了一眼灵韵和夏若雪便道 你灵仙帝宫为何要对一个小辈出手 这是不是有些不妥 我有些看不下去了 灵韵 眸子一缩 冷声道 哼 这件事和你无关 这是我和这小子的私人恩怨 你若阻挡 你休想踏出灵仙山 你一戒尖后 也别想再感悟百兽图 那白袍老者眉头一皱 虽然不惧灵韵 但是如果为了夜尘 放弃了一族 确实不划算 他犹豫数秒只能道 我只允许你释放这一击 灵韵点头 悬崖下 夜尘诧异地看着那块玉佩形成的巨盾 万万没想到 几丝青给他的玉佩 居然能扛住心窍之力 自己倒是又欠了几丝青一次 还未等夜尘缓过气来 百丈魔剑气势极度攀升 更是仿佛化为千丈 刹那间玉佩形成的巨盾 竟然出现了裂痕 要坚持不住了 远处的池云惠脸色一变 想要冲进去帮助夜尘 却发现灵仙山的禁制打开 他竟然无法靠近夜尘 灵仙地宫 竟然要对夜尘出手 为什么 夜尘只不过是玄岳宗弟子 虽然玄岳宗曾经地位不输 灵仙地宫 但是因为那件事 没落并且降级为一流势力 一个一流势力的弟子 灵仙地宫为什么要痛下杀手 还未等持云惠思考清楚 夜尘身前的巨盾 竟然当场碎裂 那滔天魔剑直刺向夜尘 不 迟云惠发出了尖叫之声 悬崖之上的夏若雪 也发出了尖叫声 无数异族天才瞳孔放大 谁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这已经无关齐修和夜尘一战了 这是灵仙地宫要抹杀夜尘 这一刻 唯独灵运 齐修和齐天正等人笑了 夜尘一死 他们是最大受益者 灵运的脸庞争鸣极致 他享受这一刻 他来到悬崖边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魔剑吞噬夜尘 难难道 蝼蚁 现在明白我们的差距吗 一年之约 你觉得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突然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他竟然看见夜尘的体内 冲出一条血龙 血龙仿佛千丈 锯嘴张开 龙吟震天 而后 血龙居然把这魔音恐怖的千丈之剑吞噬了 怎么可能 如此力量竟然就这样被吞噬了 血龙虚影咆哮 痛苦的咆哮 直冲苍穹 周身竟然因为吞噬魔剑而覆盖阵阵魔器 天地间仿佛暗了下来 所有人都看不见发生了什么 而后 血龙虚影俯冲而下 竟然向着百兽徒而去 万丈尘土起 遮蔽了一切视线 灵蕴喷出一口鲜血 修为竟然急速下跌 他眼眸都是不可置信 自己竟然失败了 关键他连怎么败的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尘土消失了 百兽徒也消失了 血龙也消失了 齐修爹坐在了地上 他的面前站着一个青年 青年浑身是血 但是眼眸写满了坚毅和不屈 叶辰 叶辰不知道血龙发生了什么 又不知道血龙为什么要吞噬那一切 甚至连百兽徒如此神物也不放过 关键血龙没有回到他的体内啊 竟然和百兽徒一起消失了 他目光看向悬崖之上 看到了灵蕴 苍白以及难以置信的脸庞 开口道 一年未到 你就这么想杀我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你借助祈修之力诛杀我 若是祈修死了 你会不会伤得更重 叶辰说完便向着祈修走去 祈修对他心怀杀意绝对不能留 关键还能反噬灵蕴 这一刻 祈修看着叶辰走来 彻底怕了 求饶道 叶辰 你别杀我 你不是废物 我是废物 我是废物 我求求你 不要杀我 我只是个废物啊 叶辰看着那近乎崩溃的 祈修 眼眸冰冷 接着目光转寒 手中的血魔剑一动 道 你插手我和灵运的恩怨 注定要死 剑下留人 就在叶辰准备动手之际 一个苍老威严的声音响起 一股绝强气息爆发 让叶辰一时间 无法将血魔剑落下 叶辰冷冷地 扫了一眼气息传来的方向 说话的正是齐天正 齐天正身形一个闪烁 便出现在了那深坑之中 看着齐修破碎的身躯 叹息了一声 对叶辰道 叶小友 还请你饶过齐修一命 叶辰冷笑道 怎么 前辈想要出手干涉 我们在谷中 众人立下了赌约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敢问 若是现在躺在地上的是我 前辈还会出手阻止吗 齐天正面色有些尴尬 摇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若是 你非要取齐修的性命 那么我也只能认知 不过你要是愿意放过她的话 尽可以提一些条件的 我们齐麟族还算有些家底 叶辰凝视了齐天正一阵 正准备开口说话 那白袍老者 突然也出现在了齐天正的身旁 他伸出手指 一点地上的齐修 一道白光射入齐修体内 瞬间又返回白袍老者的指尖 那白袍老者瞥了一眼齐修 对齐天正道 齐修方才自愿入魔 体内的真灵穴 已经被磨穴吞噬殆尽 即使他能活下来 也要从齐麟族中除名 从此与我一族再无关系 天正 即便如此 你也要救他吗 齐天正文言心中更是一痛 沉默片刻后 他才叹息一声道 这是我欠他父亲的 白袍老者点点头 不再多说什么 而是对叶辰说道 你放心 我以百族联盟组长的身份 向你承诺 你与齐修的比试 赢得光明正大 我们一族 不会对你进行任何报复 叶辰眼神淡漠 看向齐天正 他的赌约 是不是该你还 齐天正一袭道 一切好说 叶辰道 麒麟一族 应该有不少麒麟灵穴吧 齐修欠我一份麒麟穴 继续